昨天說到張居正告訴馮寶,說現在只有皇帝能救你,馮寶就仿然大悟,這段時間亡餐死,連聖誌也是自己寫的,竟然把這個大哥忘記了,雖然說他只有十歲,但畢竟是皇帝,只要他下命令搞定高拱,就一定沒問題。 關鍵是皇帝和高拱沒有什麼矛盾,他憑什麼會撐我們呢? 這個時候,張居正在臉上,讓一致燦爛的笑容,要除掉高拱,只需要一句話,不過這句話需要輕輕改改。 龍慶六年,六月十五日,馮寶一大早就去找到皇帝,向他報告一個很重要的情報,他說經過自己的神物偵察,發覺了高拱有這個圖謀不軌的陰謀。 哦,既然是陰謀,既然是陶謀不軌,當然要聽聽。 於是十歲的萬曆皇帝,很好奇地擔高頭,準備聽故事,而旁邊站著緊張到極點的他媽媽,李貴妃。 當然,馮寶是有犯罪證據的,而且證據各作,具體的說,就是一句話,十歲孩童,如何做天子。 咦?這句話是不是聽到有點熟呢?因為昨天說過,是高拱親口說的,應該這麼說,親口說的有略略不同。 從這個十歲太子,如何自天下,到現在十歲孩童,如何做天子。 雖然只改了幾隻字,就已經變成了從法勞騷,變成了謀反。 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,真是令人嘆為觀止。 雖然張居正現在又搞文字獄,又玩兩面三刀,就可以說搞詐陰險到極點。 但是,他仍然說錯了一樣。 因為真正能夠解決高拱的,不是皇帝,而是皇帝他媽媽。 皇帝他媽媽,即是李貴妃。通俗一點的說法,叫李寡婦。 我用這個稱呼,絕對沒有不敬之意,因為他的確確是一個寡婦,而且是非多。 最近經常有人跟人聊天,大家知道我講這個故事,都會講起張居正。 然後他們都會問起,聽說李太后,即是說現在李貴妃, 跟張居正有路,是不是呢? 通常我都很認真地回答這位,這麼有求之欲的朋友。 我說,不知道的。 大哥,我真的不知道的。 因為就算他們之間真的有什麼冬瓜豆腐,那本史書上誰不會寫的? 通常寫的都是野屎來的。 野屎寫得很離譜。 說張大人和李寡婦連兒子也有了。 但是這些東西,哪敢亂說?被雷劈的。 但是我們也可以從這些傳言中充分講明, 就是這個李貴妃,她不是一個一般的女人。 她不是什麼名門歸首,即是一個宮女出身。 但是聽說,人生得很漂亮。 是宮裡面的頭號美女。 而且宮於心計,誠苦好心。 搞政治絕對是一塊材料。 所以在當時,真正拿到主意的,並不是那個十歲仔的萬力, 而是這個李寡婦。 當時李寡婦很生氣的。 黃帝剛剛死,李高拱就敢這樣搞? 那就是欺負我們孤兒寡母。 而為了演戲演傳道, 聽說張居正也親自過來演了一場, 和馮寡唱雙王。 就說,是呀, 高拱準備廢了萬力, 另外立些凡王做皇帝, 說得像層層一樣。 這下就連十歲仔的萬力都忍不住了。 因為張大人和馮太監的這些謊言, 深深地傷害了他幼小的心靈。 好像直到後來高拱死了, 他連壯禮的儀式也不批, 可見受毒害幾深厚。 而這個李貴妃更加不用說了。 高拱那個, 又老又瘦的死老爺, 一看就不是好人。 我張居正張哥哥就不同了, 又有才華, 又英俊, 不信他信誰啊? 就這麼丁了! 龍慶六年, 六月十六號。 這一天, 高拱好興奮, 因為在大清組, 宮入邊就傳出消息, 命令六部內閣, 等機關領導入宮開會。 高拱就覺得, 一定是彈劾起了作用了, 現在皇帝要表態了, 想起自己籌劃了這麼多日, 現在即將實現目標, 高拱按耐不住心中的喜悅。 並且一反常態, 他派人去找張居正, 找高二, 說要找過來一起走, 因為他希望所有人, 都能夠親眼目睹他自己的勝利。 但是又是令他想不到的就是, 前幾天還生生猛猛的高二, 突然病了, 而且病得很重, 什麼病不知道, 反正路也走不了。 可見這個老實人, 雖然老實, 但未必是不聰明的。 而張居正那邊更加搞笑, 他的回答就是, 不行啊, 我前幾天中暑, 不去啦! 但是很明顯, 這個謊言作得不太好啊, 起碼都說自己中風癱瘓, 至少都說, 低了, 這樣才行不到的。 中暑, 中暑又死不了人, 但是你要抬你去就是啦。 於是, 高拱就繼續再三催促, 來啦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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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順便說了一句, 在後來我們看起來都幾可笑的說話, 他鼓勵張居正, 他說, 我今天入宮理論, 如果真是激怒了皇帝, 我就辭職不做啦, 那就是你來做首富, 這樣。 張居正聽到之後, 馬上說去去去去去, 那裡那裡那裡, 不休戒之間就反之後, 不休戒反之後, 但深的一句就是, 首富我當然做啦, 不過, 洗鬼你讓嘛。 但是, 驚不起高拱的一片熱情, 到最終, 張居正終於是答應, 好啦,去啦,去啦,去啦, 這樣。 不過, 他就說自己不是那麼舒服, 要走慢一點, 高大人你先走, 我隨後就到。 好了, 高拱屎重重地向著這個早朝的地點, 霧極殿走過去, 然後他就很意外地發現了, 咦, 都未行到, 有一個人, 拿著個聖子, 已經站在道路中間, 他就馬上跪下, 準備接受這個起步。 咳, 先帝奔天之日, 曾召集內閣父臣, 說太子年幼, 要你們附正, 但大學士高拱, 專權拔戶, 藐視皇帝, 都不知你到底想做什麼。 高拱, 回席閒住, 不許停留。 從聽到專權拔戶這四隻字開始, 高拱就基本上陷入這個半昏迷狀態。 明明是自己找人陰了馮寶的, 為什麼現在被人反攻轉頭? 這個幾十年的老江湖真是徹底崩潰, 從精神到肉體。 根據史書記載, 當時他的表現是, 臉如死灰, 汗如雨下, 趴在地上半天都不會動。 咳, 但是你身體狀況不行, 就是你的事, 這裡畢竟是攻入哪條路來的, 你趴在那裡壓住也不是一個辦法。 但是高山就未悲痛完, 就在這個時候, 一雙很有力的手, 將他扶起來, 都可以說是雪中送壇。 高拱立刻轉頭, 用了很感激的眼神看一看, 他看到張居靖。 張居靖沒有說謊, 他還是來了, 時間剛剛好, 聖旨讀完, 人還未走。 看起來, 張居靖好像是剛剛知道這個消息, 我臉上充滿了痛苦的表情。 剛剛看到張居靖的時候, 高拱幾乎覺得自己產生錯覺, 明明是我被人罷了官, 為什麼你看起來好像更難頂過我, 好像你死的老爸那樣。 但是張居靖就沒有讓他想太久了, 馬上叫了兩個隨從過來, 扶了高鶴士出去。 高拱的命運, 就這樣終結。 他聰明絕頂, 歷經三朝, 審時度勢, 在狂風暴雨當中依然押納不倒。 嚴嵩那部分被他捱過了, 跟著他自己趕走趙貞吉, 恩士丹, 和所有敢於難路的人, 甚至連隨街都被他捱殺。 但是, 最後他需要在這個人手上, 這個曾經他無比這麼信任的同志和戰友。 但是高拱這陣子就沒有空想這些事情了, 因爲他必須要馬上走, 因爲聖子上面的命令是, 不准停留, 要你爛就爛, 沒話說。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嚴厲的處分, 因爲一般官員就算被人罷職, 基本上都可以領一張通行證, 那你憑著這個證件, 就可以去免費領一些馬匹, 而且在路上還可以在官方的招待所裡煮住, 因爲畢竟和朝廷做事做了這麼多年, 沒有功勞, 也有苦勞, 給予一些人性化的待遇, 不過份。 但是這一刻的高拱, 是什麽都沒有, 他有, 他有整班兵, 拿著刀刀劍在那裏趕他走, 於是這個曾經權傾天下的大哥, 只能夠急急忙忙, 找到幾隻雷仔, 就這樣騎著出城, 而後面還有一班人追著他, 一直把他趕到出城二里之外, 再回京城, 也算夠狠。 好, 離開京城, 剛剛喘了一口氣, 又遇到一個等了他們很久的人, 這個人的手上, 拿著一樣高拱很需要的東西, 就是剛才我說的那張叫做, 逆站使用通行證, 但是高拱沒有要到, 因爲這位兄弟自報家門, 他說是張大學士派我來的, 就是這樣, 張居正確實好體貼, 他一手導演了那道聖子的誕生, 當然也知道高拱的待遇, 所以他派人特地等在這裏, 就當送一份退休禮物給高拱, 但是高拱就生氣, 他不是白癡, 他稍微想想想就知道自己想當, 這個所謂的戰友同志, 其實就是那個反骨仔, 就是你耍我的, 但是我現在才明白, 已經以為時以晚, 趕我走的又是你, 現在送張PASPORT給我的又是你, 你又裝香又賊廟, 你裝什麼孫子, 所以他唯有用自己剩下的唯一方式, 表示抗議, 就是我不要, 我不收, 高拱扭頭就走, 反正在之後的歲月裏, 他就埋頭於這個學術研究, 當然偶然間也會罵這個張居正, 高拱的故事基本上七七八八六講到, 暫且放下, 現在我們稍微總結一下, 自從嘉靖二十七年開始, 在嘉靖的英明殷功之下, 大明王朝最優秀那六個天才, 開始了國族, 除了一直在一邊看熱鬧的楊博之外, 大家都基本上是赤膊上陣, 幾乳博那樣, 隨街,等死了陸炳, 然後搞死賢西凡, 把持朝政, 但最終被高拱一鍋竅起, 家破人亡, 之後高拱高調上台, 風光無限, 但最終的勝利, 是屬於一直都很低調的張居正, 他現在等到最後, 也都熬到最後, 躲在角落頭, 一槍繁低高拱, 成為這個遊戲的終結者, 應該這樣分析, 嚴嵩輸給隨街, 不是因為正義戰勝邪惡, 而是因為他不夠隨街狡猾, 但隨街輸給高拱, 就不是因為高拱更加正直, 而是因為他更加精明, 但到現在, 張居正搞定高拱, 所以證明, 張居正才是這個帝國最狡猾, 最傑出的天才, 一般來說, 你說做官能夠做到張居正這個份上, 都可以算是獨暴天下, 現在高拱走了, 內閣裏面只剩下他一枝爛, 所有事情都由他批示這個處理意見, 批完之後, 就找自己的死黨馮寶批紅丹張, 即是他想怎樣就怎樣, 而皇帝那邊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計, 這個小朋友才十歲, 懂得看公仔書都相當不錯, 再加上皇帝的媽媽, 和他又這麼曖昧, 真是孤兒寡母全部靠你了, 而朝中那班大臣, 亦都被他治得伏伏貼貼, 也就是說, 從高拱走那一刻開始, 大明王朝, 基本上就是姓張的, 我們看回中國的歷史, 一個老百姓家裡的弟弟, 做文官能夠做到連皇帝都站在一邊, 可以說是登峰造極, 若果換了帝國, 哇, 還想怎樣, 還不是再作福,前夫後勇, 舒舒服服過世的就是了, 但是事實告訴我們, 張居正就不是這樣的人, 張居正之所以有今時今日這麼出名, 是因為他做過一件事, 改革, 什麼叫改革呢? 通俗一點的解釋就是, 譬如, 你有台機器這樣算, 走得不太順暢, 於是你就想想他, 然後拿些什麼羅斯批, 就是士巴拿, 上去這裏亨亨, 那裏領領, 然後搞好台機器, 這就叫改革, 歷史證明, 但凡你做得這些事情,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好下場, 這個結局不外乎兩種而已, 一種, 就是你改完之後, 就被人隔離, 代表人物就是王安石同志, 辛辛苦苦幾十年, 什麼不怕天變, 不怕人冤, 最後就是狼狽下台, 草草收場。 而另一種就更加嚴重, 就是改完之後, 被人連條命都隔離, 代表人物就是王莫, 他厲害了, 歷精圖治, 想做回多少事情, 但可惜過於理想主義, 結果從改革變成革命, 命被人隔離, 所以由此可見, 改革是一件很大風險的事, 歸根到底, 還是因為兩個字, 利益。 大家明白嗎? 是, 我的身體雖然是舊舊一點, 懶懶懶懶懶, 但大家都要靠他開飯, 你上來這裏, 那裏, 那裏, 你撒掉我哪個零件, 可能就不知打爛了哪個飯碗。 性格好一點的, 可能就拿著盤子去找你, 給飯吃,給飯吃, 性格差一點的, 可能直接就抱著炸藥包, 跟你抱著一起死, 所以如果我們把天下, 給作成一台機器, 這就真是重大件事了, 你在上邊就隨便動一動, 下邊就完全不舒服, 我跟你說, 說的是, 分分鐘可能成千上萬人的飯碗就沒有了, 那他們搞事起身, 就真是刺你全家都很正常的, 所以正常人一般是不會動這波東西的, 但現在將居正準備動, 明知有壓力, 明知有危險, 還是要動, 因為他曾經見過那些腐敗的王爺, 見過那些餓死的機民, 見過那些無恥的官員, 因為他知道, 這個世界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, 也不能夠指望神仙皇帝, 因為他相信, 窮人也是人, 也有生存下去的權利, 還因為, 在三十幾年的歐心鬥閣, 官場沉浮之後, 他始終還保持著一件事, 理想。 在張居正之前, 最著名的改革應該就算是黃安石變法, 當然大家都知道, 他是失敗了, 為什麼會失敗呢? 如果我有時間, 我有機會可能會寫一篇二十幾萬字的論文, 給大家欣賞一下, 但現在時間關係, 我只能夠用一句話來總結一下, 黃安石之所以失敗, 是因為他自以為很聰明, 而張居正之所以會成功, 是因為他自以為很蠢。 黃安石可以說是相當生德逢侍, 不是生不逢侍, 是生德逢侍, 因為他的領導宋神忠, 就是一個很不安分的人, 即是日日發緊夢, 都打去黃河那邊, 解放全中國, 他不得一夜之間大宋, 能夠國富民強, 所以那邊黃安石一說變法, 真是, 要人就有人, 要錢就有錢, 相當之支持。 但相比而言, 家政真是懶得出執, 反正現在全國統一, 他亦都沒有什麼征服地球的慾望, 最大的興趣就是等你下邊那幫人鬥來鬥去。 而張居正, 就在這樣的環境當中成長, 他從一個小小的汗流, 到大學時, 他熬過苦, 見過世面, 幾十年入面, 夾逢中生存。 什麼壯志靈魂的事, 你不用說, 他不信。 所以從改革一開始, 他就拿定一個原則, 給路自己走, 也給路人走。 具體地說, 就是, 我不會擲爛大家的飯碗, 但大家亦都不要作我的飯, 我是要去改革的了, 大家以後就貪少些, 是貪少些, 不是人給你貪, 反正各自都有飯吃, 互不干擾, 改而不革, 視為改革。 我們明天再說。